嗨,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九点,今天开了一天的车,终于到张叶了,然后在这休息一会儿,这应该是一个公园吧,应该,这还有水,这是一个张叶的一个公园,应该是一个公园,刚才从那个入口信呢,那上面写着是和田玉交易中心,这后面呢,是一个小公园, 嘿,这水,这么清澈,行,咱在这个公园里转一会儿,关键是让皮卡下来动头,也不能一直一天的开车都让他坐在车上,我就感觉皮卡越长越大了,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,平时,就刚开始他出来的时候,还是一只小狗,现在,体格慢慢长大了都 走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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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那儿喝呢,咱们的车就停在这儿,那个是入口,休息一会儿, 哎呀,吓我一跳,我以为咬到啥呢,这是啥呀,去去去去去, 哦,这是一个,过去,坐,好,这应该是一个羊角,就是一个羊角,在公园里边捡了一个羊角,哎呦,你还挺喜欢, 嘿,这是我见过,就皮卡以来,带他出来以来,见过他最喜欢的一个玩具了,应该,过来,来,皮卡过来, 哎呦,哎呦,羊角,来,要不要,嘿,你看,我之前给他扔瓶子都没见他这么喜欢, 哎呦,在路上,在公园里边捡到一个羊角,不给你玩,嘿嘿,给我,不给你玩,不给你玩,哈哈哈, 不行啊,这叫爱不释手,皮卡现在的爱不释手,一直咬着,嘿,你真是找到一个好玩具啊,你,走了啊,行了,行了,走了, 走不走,刚才给他抢他的玩具了,这会儿有点生气啊,走,走,行了,把这个玩具给你带车上,平时的你玩玩,啊,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钟了,我已经到张叶了,今天肯定是去不了张叶的那个, 那个,丹霞地貌了,然后今天先找个地方,先住一下,明天一早,丹霞地貌,出发,好,这个视频就先这样,拜拜, 拜拜